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新闻三分钟 我是中国新闻部记者孙晨 美朝首脑会谈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时宣布 美朝首脑会谈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这将是历史上美朝首脑首次举行会谈 特朗普表示,双方将力争让此次会谈成为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重要历史瞬间 三星电子获加拿大节能之星双项大奖 据业界人士11日消息 三星电子获得加拿大政府设立了2018节能之星市场改造奖 家电和电子产品两个领域的大奖 加拿大政府开展节能之星评选活动已有17年 该奖项是环境和能源领域的最高权益奖项 文在寅抗力办小型音乐会庆祝就任一周年 韩国总统文在寅昨日邀请清华台附近居民办小型音乐会庆祝就任一周年 当天文在寅和夫人金正书女士 以及清华台附近居民和学生等300余人出席活动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新闻三分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